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是很重要 所以这部分的话过去我们在学校都 在读位区我们都开立这个母语的课程 希望就是可以帮忙把客家文化 这种母语的保存保存下来 那也提升这个客家族群那种认同感 除了客家政策以外 您这次最主要的证件是什么 您希望打造高雄市 这整个大高雄市成为什么样子的城市 我这次最重要的是新经济 新经济 新高雄 创新高雄 因为我记得这几年来高雄在没落 高雄是台湾民国68年就改制为宴霞市 前台湾为二的宴霞市 台北跟高雄 高雄当初的房价比台北大概差不到两成三成 如果是同地段的话 那高雄当初就是因为工业发展 所以高雄是一个移民的城市 很多人都往高雄来移民 比如说澎湖 比如说连彰化都移到高雄来 都有同乡会 云林还有台南同乡 对 嘉义同乡都有 那这几年来高雄确实是经济萧条 很多子女他们告诉我 很多这个过去移民来高雄 移民到高雄来你就高雄人 那他的子女现在 因为在高雄没有好的工作机会 所以他又移民到台北来 所以他们心里还蛮酸 所以高雄问题在经济 高雄问题在经济 高雄这几年确实是变漂亮的 这个花花草草 灯火办活动 但是这个我认为还不够 最重要就是要让高雄 经济可以发展 要让高雄可以有好的工作机会 现在我看留在高雄的工作机会 薪资都比较低 所以要有好的工作机会 让高雄年轻子弟不要多离乡背景 我们初估大概有30万人 高雄30万人 年轻朋友在外地工作 我要创造20万个就位机会 20万 要努力招商 要努力招商 我提出20、32、101 20就是我要创造20万个就位机会 32就是薪水 逐步提高到32k 22k、23k、24k、25k 我想让它逐步提高 那第一个就是101 就是家庭、平均、可消费、宜耳 提升到101 91 那91提到101是很简单的 大概还可以快速提升 那当然是招商 招商就很重要了 所以我过去当县长 我一直在心力 我一直在心力 心力很重要 政府要心力 政府要给企业方便 给人民方便 只要不违背法律 政府要承担 政府要有魄力 这是我过去当县长 所以我做很多事情 我想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我会努力招商 会到前一招商 利用高雄港 这个是非常优良的天然港 以前是前世第三名 现在落后到第13名 以前前世第三名 我当省业的时候 每年大概缴50亿给省政府 这个港是非常棒的港 我要跟中国大陆 跟亚加达、印尼 跟马来西亚 跟新加坡 新加坡、跟菲律宾 跟日本 是中国大陆 我要拜访有港口的城市 要充分政府做桥梁 让民间可以充分的来贸易 让高雄港恢复往日的风华 以前第三名 这个港是非常优良的 这个潮差距有五、六十公分 不像台中有三、四米 而且这个港移沙不严重 所以我们要利用我们的港 所以自由经济示范区 当然就是高雄最棒的 要首选 那我们会在哪里早上 我了解是郭台银 他也承诺他要帮我把产业链建起来 那胡适七车我也招商 他未来会把高雄 台湾高雄当作是亚洲最重要的生产基地 当然就是这个要等我们台湾跟大陆 两岸谈判 让在台湾生产的车辆 可以整车输出 我常讲说高雄条件非常好 高雄不输给新加坡啊 新加坡至少有今天 因为新加坡有个李光耀 有个李显龙 高瞻炎祖 自由开放 所以让新加坡今天可以在国际上 也没吐气 如果新加坡没有李光耀 没有李显龙 他今天可能跟马来西亚没什么两样 所以我是觉得领导人很重要 领导人很重要 自由开放不能首钩 中国大陆前世第二大经济实体 我要跟他做朋友 他要有信心啊 我不怕你统战啊 我要改变你啊 台湾的民族自由 宗教信仰会改变中国大陆 我想我们是 我是抱着这样一个信念 您觉得这次跟您上次的得票率的差别 您怎么看 得票率因为上一次我们是 我是五党籍 黄昭春是国民党 陈菊他是代表民党 那时候我们当然很希望跟黄昭春可以整合 可以气宝 但后来因为整个这个情况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达成气宝 那没有办法达成气宝的话就是气势的话 会有西瓜效应 反正你这边没有整合的话 要打胜的机会就比较小 所以上次确实是因为没有整合 那这一次的话 当然这一部分的话 我们整合应该算是相成功 当然还有不可能百分之百 那从我18号 今年总部成立的话 大家可以看出 整合以后的今年总部成立 气势就很高啊 气势很高啊 所以我收过我们全力以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